这阵子节目当中一直提醒大家要留意16250 今天台股正式站上我们称为的多空生死线的16250 能站稳吗?站稳后我们该注意什么呢? 而今天外资既然大补买超111亿台股谈真的吗? 以及跌到虚类类的金融股回神了 就看清醒时间能够拉多长 而面板双虎合并之后可以虎啸山林吗? 今天张宜辰分析师要来告诉你 我们要强短还是不长呢? 在苹果的加持之下电子纸大爆发 请一定要锁定我们今天的骨折炒电 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开启小铃铛 骨折炒电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礼拜三也是台指期的结算日 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最了解外资的张宜辰分析师 老师好 Coco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外资真的要回心转意要来回补台股了吗? 因为今天他大买111亿耶 老师怎么看呢? 其实在前一天就可以看到这个外资在这个期货市场的部分就已经有空泛多了 所以今天拉高指数来做这个结算啊 其实是有机可循的 不过这几天的这个涨的这个反弹的内容啊 其实都不一样 对这个上涨的族群都不太一样 所以今天会来帮大家来做这个分析 是的那谢谢老师 我们先赶紧来看一下呢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台股呢真的是重返了16250的生死线 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呢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的这个多空的防守线 而今天外资呢真的是大买超外资真的回头了吗? 台股这波到底是不是谈真的? 还有呢死气沉沉的金融股今天也是终于回神了 未来还会持续的反弹吗? 以及面板双股合并的生机未来怎么看有题材性吗? 今天张宜成分析师要来告诉我们强短不长才是上册 苹果的加持之下电子纸大爆发要怎么样来看呢? 一定要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台股走势呢 美国昨天在公布4月零售数据是月增0.9% 也反映了呢即便美国通膨在40年的高点 民众依然有能力消费 美股斯大指数呢昨天都是收红的 也激劣台股今天是跳空开高走高 电子成交比重呢有回到了六成以上 电子股领涨还有金融钢铁航运的助攻之下呢 指数呢最终是大涨了240点 收在16,296点 涨幅为1.5% 成交量为2340亿 终于比昨天还要多了 也是成功的收复了10日均线 来看一下贵买指数的部分呢 成交量为716亿 涨幅为0.89% 讲到这边呢赶紧问一下老师了 我们呢节目上一直在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这个16250的多空生死线 今天终于站上了 也就代表说呢空房力道是转弱 也是拉高了今天的结算 那外资也是买超111亿 多方真的是表态了 然后电子成交比重也是有回温 台股这次是谈真的吗 会持续的反弹下去吗 16250其实我们用这样线图就可以看 很清楚可以看出来说这个下降趋势线 以及我们交汇这个水平线 我们先看下一张好了 就会发现说 这个水平线16250 基本上就是过去低点回撤的发生 对在过去这个10月 以及在这个8月 这个去年8月跟10月就可以看到说 股价来到这个波段低点的位置啊 其实就有一些守住 那这一次是直接跌破万六 前波低点来到这个15616之后 这个连续四天的反弹 现在是站回来了 所以再回到上一张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16250加上下降的这个趋势线 一路往下 然后也是切到这个16250附近 好那是今天算是第一天站回啦 那一天站回我认为 还算是可以在观察阶段 还并不一定是完全的转强 所以我认为未来三天 如果能持续在这个16250点之上 或者能这个守住 这个失守在守住 在守回来的话 就有机会是一个突破 下降趋势线 然后把这个斜率啊 原本是负的 对 往下嘛 然后慢慢的突破之后 再往这个上面回升 就可以把这个斜率 这个做反转 所以台股在回升或者反转 这个几率啊 就会提高 也就是这个下降压力线 未来会慢慢的比较水平一点 没有这么斜 对 然后甚至是这个 变成正斜率往上做回升 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16250 还是要保持关注 是 老师的观察点的话 就是三天 有没有站上嘛 对 未来 因为今天算是第一天嘛 是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就是这个礼拜耶 对 是的 好的 那这个呢 请大家多多的来做留意哦 另外呢 想要问一下老师的 就是金融股 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今天终于回神了 那其实也是呢 摆脱了防疫 就是防疫险理赔的争议 其实很多的杂音啦 那以及海外投资的损失的疑虑 这些阴霾都已经消除了 今天也是跟着大盘回神 那这个反弹的气势 能够持续吗 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 算是这个 这个利空慢慢的过去 但是也并不一定完全的反应 那今天这个台股 要拉这个指数来做结算 今天换到 轮到这个过去 比较弱势的这个金融股 所以富邦金 还有这个国泰金 今天其实都往上做反弹 但是不要忘记 金融股在这个前几天 还创下这个波段新低啊 对所以过去 在这个五月来讲的话 金融股算是 这个一路往下做拉回 而且跌幅来讲的话 其实是相当重 对于金融股来讲 这种跌幅 这种跌法 对这个如果把这个 这个股民遮住的话 不一定会拆出来 这个原来是个金融股的走势 所以金融股在短期 今天来讲的话 这个礼拜三太子级结算 是往上来做拉高 来帮助指数回升 因为它过去拖累指数 实在太多了 对今天来帮助大盘 来做这个结算拉高 但是我觉得 接下来还是要密切注意 外资 对我们可以看到说 三大反在 在这个连续下跌的过程中 也是不断的站在卖方 对那今天反弹一天 我认为也是 这个并不一定能够 马上这个反转向上 还是要看一下外资 在金融股上面的状态 因为今天外资应该 还是站在卖方居多 所以看到金融股反弹 我认为也是个跌势反弹 它第一季的亏损 以及接下来第二季 能不能在这个海外投资 或者国内投资 有没有办法再继续 把这个亏损来做弥补 对于受险股 尤其是这个富邦金 以及国泰金 他们受险投资部位相当大的 会比较这个关键 所以第二季的投资表现 也会影响目前的股价 所以接下来市场 大家都关注金融股 可不可以在质问往上 我认为这个 投资市场这一块 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关键之一 是的 那老师会建议呢 就是金融股的这个族群 因为其实分蛮多的 那会不会我们就避开 有寒受险的就好了 对 我觉得因为 其实这个 今年就可以看到 相关银行 这个以主体的 为主体的这个金控股 是比较强的 不过这一波这个金融指数 达到历史高点 然后再往下拉回的过程中 其实这种银行股 也是会被拖累 所以整个是相对而言 相对受险股的话 银行股是比较强的 但是整体的金融股 还是往下做拉回 所以我认为金融股 还是维持这个可能 我这个年初在这边 就分享过的 我们就按照这个定期定额的 存股的方式啊 你就分批来做这个进场就可以 不用去挑选特定的时间点来做抄底 因为其实金融股 你过去买上来的过程中 如果就是用存股的方式 基本上你就用再继续这种方式 来做这个平衡拉回的摊平 我觉得是OK的 对不用说这个单笔要去抓这个低点 因为可能未来 万一如果第二季的市场 还是不好的话 这些受险股还是有可能会受伤 哇谢谢老师 因为存股主非常注意的 就是金融股了 那老师呢 之前有帮大家完整的整理出 就关于呢金融股 你到底要怎么来操作 那目前呢金融股的部分 老师有提到了 外资法人的操作动向也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有可能只是 坦坏线 有可能 好那来看一下呢 那面板的部分呢 其实也是今天人气指标之一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萤幕画面当中的这一则新闻 前阵子就是鸿海退出群创的董事会 而群创友达有可能要合并吗 因为他们目标要取回面板的定价权 老师关于这则新闻您会怎么看 我觉得这则新闻 刚好就占尽最近的这个版面啊 那这个文章的作者 其实是一个副教授 台大国企系的这个副教授 那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写 目前的这个未来的 这个面板的策略 有可能会往这边走 那目前的话 是只有他有这个看法啦 那我有看他过去这个之前 都是针对面板来做这个文章 来做分享啦 他相对是比较看坏 这个面板的这个产业 尤其是友达的这个部分 简直再加上 有可能侵蚀到股东权益 所以他今天最新的文章 就写到说 未来会不会朝这个合并的方向来走 因为不管是群创还是友达 在他在这个作者认为啊 他觉得这两家可能都 没有什么未来的这个前景跟前途啊 所以他可能倾向说这种 这个可能这个面板 这个四大产业之一 对这个比较凄惨的这个产业之一 可能会用换股的方式啊 来做合并 来把这个未来的溢价权 这个话语权 来把它做大 来抢救说这个低毛利的这个市场啊 以及目前这个产业 已经看到有些往下走的这个趋向 因为包括第一季的营收 这个友达都是衰退 这个非常非常剧烈的幅度啊 所以目前来讲这个文章 我认为会帮助最近的这些面板股啊 会加深最近的这个买盘啊 买卖盘可能都会加温啊 因为过去 因为今天的这个这个疯狂上涨 对这个群创大涨8%以上 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 过去的解套卖业啊 所以看到这个群创在这个 5月18号礼拜三的时候 大涨8.78% 这个对目前来讲的话 算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因为它前两天 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才创这个波段性低 对12.75% 那今天涨这个8% 刚好是越过这个月线的附近 对那但是它离回升 到这个起跌点 其实还有一大段路 对所以我认为这个压力还是在 对压力还是在 只不过这个话题 以及这个策略啊 我认为是市场上面 可能这个短期内 会被这个积极讨论的部分 是那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呢 有没有可能呢 这几天如果群创在持续 有一个表现的时候 我们手中有持股群创的人 是不是该逃命了呢 我觉得季线可能是一个 比较好的位置 那目前是刚回到月线 那季线如果慢慢往下靠 股价慢慢往上来把这个 乖离率缩小的话 我觉得是有机会 你可以来这个逢高 来做个减码的动作 或者你这个低阶 这个几天有来做低阶的 在逢这个季线附近的位置 也可以来做个停力啊 好那友达的部分 也是相同的看法吗 对友达的话你看也是 这个也是越过月线 相对高的距离 那因为我们看上一张群创 它其实在这个鸿海 宣布要退出董事会的时候 它的跌幅其实是比较重的 所以所以它在前天 还创这个波段低点 但是我们下一张来看到 友达的话 他其实他的这个低点 早在这个4月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 所以5月相对跌幅 没有那么重 因为并没有说这个 有这个鸿海的这个介入啊 所以目前友达的位置 相对来讲是好一点的 回到月线之上 所以今天大涨超过半根涨停板 我认为也是一样 你过去有低阶的 你一样逢高有压力的时候 可以来做这个田地厨厂 那如果已经是这个生套的 对那你可以考虑上来 也是要做减码 嗯好 那目前老师 已经帮大家分析了 面板产业的整个未来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说月季先 越来越靠近的呢 可能是大家要减码的时刻了 那也请大家好好来注意一下 接下来看一下法人的动向呢 今天是合计买超92亿 外资呢则是分手在买方 买超111亿 而投信呢则是买超10亿 来看一下外资今天买了群创 红海华邦店以及友达 买的是面板股耶 是 以及呢卖的是中信金 玉山金 元大金 中钢以及广达 而投信呢今天买超的话是 华邦店 永丰金 台光店 富财以及投信金 卖超则是长荣行 长荣中虹 玉民以及人保 以上留给大家来做参考 接下来呢一定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 我们到底现在要强短还是来不长呢 而在苹果的加持之下 电子纸大爆发要怎么来看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各位热炒店的老饕们 我们赠书抽奖活动来啰 活动期间是在5月12号到5月25号为止 怎么样得到这本书呢 你要订阅我们股师热炒店的YouTube频道 还要按赞5月12号的影片加分享 最重要一点是一定要留言 留言什么呢 我要学三名字投资法 周转10% 我们将会在5月26号节目播出之前 抽出6位幸运的老饕们 并且呢在节目当中会公布出来 赶快去留言吧 老师眼看着呢 圆太打的苹果光纳 电子纸是要大爆发了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看到这个画面呢就知道 诶这个不就是苹果的CEO吗 他的加持之下 电子纸真的要大爆发呢 要怎么来看呢 原本只是这个市场传闻 那我认为目前这个新闻越来越多 加上也传出说苹果 也已经在测试了 所以我觉得电子纸是有机会大爆发 因为应用面 我们之前就帮大家来做这个 做这个整理啊 包括在这个车用 以及现在已经要来到这个苹果大厂 来做更多的装置应用 我认为有机会 是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强短还是不长 那最有名的呢 其实就是巴菲特了 来看一下这边的话 是巴菲特的公布完整的持仓哦 老师来请你一档一档来跟我们讲一下 之前他是在他这个股东会啊 慢慢透露 那目前已经公布完整的这个法定的 这个基金的揭露啊 完整持仓已经公布了 所以他第一季真的是很贪婪 因为之前并没有透露出来说 他有去加码这个金融股 所以花旗银行 对也是我过去重认过这个公司啊 对这个花旗 也是他在第一季 对新建仓的部位啊 所以不只是这个石油部分 电子股的部分 还有这个苹果的部分 连这个金融股 他其实也都有做这个新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加持 所以第一季股市其实都不好 但是对你看到这个巴菲特公司 波克下在第一季有新增仓 这些股票 然后还有加码 对像这个刚刚讲的苹果 雪佛龙暴雪以及通用汽车 所以你会看到他在目前 各个产业里面 其实基本上都有一些加码看好的 逢低减便宜的这种这种操作 所以股神我认为还是相对来讲 在去年频频频频频 这个股市频频创新高的同时 他保有很大部位的现金 对在今年的时候 就开始贪婪减便宜 我认为这个股神巴菲特 还是有非常值得参考的地方 所以他这个哲学 在价值投资这一块 我们在这个上市单元 也帮大家来做过这个整理 好那在清仓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两个制药厂 所以过去两年来讲 这个生技股 或者说这个防疫股 在相对 那个表现相对抗跌 不过他在第一季就开始陆续 清仓这些制药生技股 然后以及他这个持有 非常非常久的富国银行 所以他从这个富国银行 开始转到其他一些金融业 包括刚刚讲的这个花旗 所以我认为还是 对于金融股啊 他还是有他的这个操作 不过对于生技 他就慢慢的这个清仓 这个出厂了 好食品的还有这些 这个美国银行啦 可可可乐 亚马逊 以及这个焦生 还有这个Snowfake 好目前前五大的 播客下持股 我们看到说 由多到低 第一名的 那就是苹果 苹果占了四成以上 对再来是美国银行 然后美国运通 以及就这个雪芙荣 就是这个石油大股 还有可可可乐 他最爱 他每次出席这个股东会 都会配上可可乐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这个代言人 广告人 真的是 好那老师看到呢 巴菲特他在第一季很贪婪 那贪婪的时候 他有个名言叫做 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要贪婪 那当恐惧的时候 其实往往有可能 已经是在最低点了吗 对 老师帮大家整理出来 这些落底反弹的讯号 有这些 对我们先来讲 刚刚的这个 这个恐惧贪婪指数 这个CNN发布局制作的 其实在上周五 因为上周啊 不管是台股或美股啊 真的非常恐慌 对真的非常恐慌 台股也在5月12号礼拜四的时候 创下近期的波段低点 15616 好 这个当天的晚上啊 礼拜五的这个美股啊 其实就看到 这个贪婪指数 贪婪与恐慌指数啊 是0分到100分 的这个区间 对 越往100分 当然就越乐观 越往0分 就是极度悲观 极度恐慌 好 那个上礼拜 礼拜五的时候看到6啊 6分的这个数字啊 绝望了吧 对代表 基本上是绝望 因为已经 这个最低就是0分 因为基本上是不会到0分 可能接近1分2分 就很低了 但是上个礼拜看到6分 对看到6分 所以极度恐慌了这个水位啊 但是我们刚 我们之前也讲过 行情总在什么 绝望中诞生 然后在半信半疑当中来成长 所以这个恐慌 这个贪婪与恐慌指数啊 在上个礼拜看到一个低点 我认为也是落底反弹的讯号之一 好 那其他的有什么 包括第一个 大盘这个融资的维持率 其实在5月12号的时候 是低于150%的这个水准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说 低于150% 如果你有这个看盘软体 你可以打出来 你会发现 大盘这个融资维持率 在150%以下的时候 通常都是波段低点的发生 对在过去 这个5月跟10月 都可以看到 低于150% 或者接近150%的时候 都是一个波段低点 因为该融资该砍的 该杀的 都杀的差不多了 来到150% 就会开始有一个底部发生 有一个反弹可以去形成 所以在例子上 常常看到低点 好 第二个就是 这个最新发生的台子 台子期外资的未平常量 在这个5月17号礼拜的时候 第一次 这个隔了一年多 第一次转成净多单 那加上今天5月18号 礼拜三 外资的这个净多单 还往上扩大到1700多口 对 所以这个是自2020年12月 这一年多以来 首次看到油空泛多 那这个也是一种 这个反弹讯号 落底讯号 因为外资如果开始 毛起来做多 我认为也不要低估它 这个做多的这个能力 因为过去它外资 在这个台股在今年 砍了对六七千亿下来 台股也见到低点了 是 那外资如果真的 它有心想要翻多 想要做多的话 期限或同步 它也有这个能力 是把这个指数再往回 来做回升的 对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就是之前 有帮大家来做这个分享的 这个美国散户的悲观情绪 59.4%按照这个调查来讲的话 也是创下2009年3月以来的新高 而2009年3月就是当时的起长点 所以这四个基本上都是可以支持 目前有机会落底反弹的这些讯号 是老师那这边我在插播一个问题 就是有看到外资它已经由空转为多了 那关于新台币的部分 我们有需要关注的吗 当然要台币的话很重要 台币还有美元指数都很重要 那台币其实在近期 是这个指扁转升 然后美元指数也连续三天的拉回 所以这个对台股 尤其是对外资而言 对这个资金要进来台湾 你的美元指数如果能 这个走弱台币走强 它愿意把钱留在台股 保持为台币的这个状态 它的吸引力就越高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反弹的讯号之一 台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的好 不过这些这个落底反弹讯号 出现的同时也不代表说 这个一定百分之百会回升 因为其实利空都还在嘛 这个我们通膨太高了 或者这个升息缩表都还是会嘛 对这刚刚刚讲的这个战争 以及未来这个制裁会不会扩大 都还是在 但是这股市有趣的地方就是 这个多跟空的消息都会有 但是如果这个落底的这个反弹讯号 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那股市就会看到低点了 哇太好了很期待耶 因为已经很多的反弹的讯号 都已经开始出现 那我们就乐观期待未来的台股走势 来看一下呢这个是我们帮大家聚焦的话 在电子纸的应用哇有很多耶 对电子纸其实在近期啊 相对这个股票相对抗跌 就吸引大家的注目 然后再加上 这个连苹果开始也要采用电子纸 对我们在这个第一季的时候 帮大家分享过 BNW跟元太来做结合 那目前连这个 这个苹果大振女 对iPhone 都要结合这个电子纸 或者它其他应用 比如说这个iPad 或者其他的这个装置啊 也有可能会用电子纸来做结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电子纸在应用面上面啊 上一张的话我们来看到说 这个有两个的主要应用 取代性应用 以及这个创新性应用 好先来看右边的好了 其实这也是什么 苹果就是要增加它 手机iPhone背面的次萤幕 所以手机的次萤幕啊 或者是说这个笔电 后面的次萤幕啊 其实都是一种创新性的应用 就是来做这个 这个不同的产品的结合 对结合原本已经有的产品 做一个创新性的 包括这个电子的手表 水深碟 这个相关的卡片 卡片也可以结合电子纸啊 对来做这个显示 对因为这个电子纸相对来讲 比屏幕来讲 就是说这个面板来讲 它是相对比较省电 对相对比较省电 所以智慧卡 如果可以结合 比如说这个太阳能的功能 它其实也可以来做这个 这个显示的功能 好然后手机按键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键盘的按键 等等 都是创新性的应用 那取代性的应用 那取代性的应用 就是说取代 可能已经存在 用着这个传统的 比如说这个海报 这个春联看板啊 电子标签 这个标签 布告栏 都用电子纸的方式来做取代 也就是说目前你可能在 比如说在这个捷运上面啊 或者是在这个走道上面 会看到一些海报 可能是过去都是用纸纸的 是 那但是在这个绿能 以及这个再生 环保意识抬头之下 过去这些这个很耗纸的 大家可能就会不愿意采用 改用这种电子的方式 其实就可以相对来讲的话 会比较环保嘛 所以这个布告栏啊 海报啊 广告看板 就用这种方式来做 就会相对来讲 这个避免接触或者说 提升这个 这个 这个纸类的 这个下降纸类的消耗啊 是 就会用这种方式 那当然最主要就是电子书啊 所以这个电子书 当然就取代相关的这些 书啊 杂志啊 或者是说这个报纸啊 所以看到说电子的应用 其实很多 真的很多耶 那这样子未来的话 其实树木 我们就不会砍发的太严重 这也是一个环保议题 那我老师 你刚才讲到春联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哇 如果说未来的春联是黑白的吗 电子纸目前都已经进化到彩色 彩色 说到彩色呢 我就会想到那个 老师上一次分享 那个BMW的那个外观 就是这个 对 那BMW那一次 基本上是用黑白的 那上次我们有讨论嘛 说未来如果用彩色的话 它其实应用就会更广 接受度也会更高 好 我们来看到说 这个BMW在这个CES大展 2022年 其实在第一季 就已经推出 这个BMW跟原泰来做结合 是 其实这个意义啊非常大 我认为并不是这个车子 或者是这个 这个黑白色的这个概念而已 我认为它是突破性的 对 让这些商家 他意识到说 电子纸原来可以这样 来做应用跟结合跟变化 创新 因为过去我们可以 这个基本上就知道说 它是一个阅读的 这个方案 可能是给这个孩童啦 或者说这个学生来使用的 但是现在已经用到 这个消费性产品上面了 那如果又结合到主流性的 比如说车子啊 手机这一块的话 我认为电子就有机会 在网上来把这个应用来做扩展 所以可以看到说 这个商家或者说这个厂商 目前就有意识到说 不只 就是不只局限在这个方方正正的 这个电子书上面 电子标签上面 而是可以用到什么 任何表面 因为现在已经 对这个全彩的方式 已经可以来到说 附着任何表面 不管你是这个区的远的 都可以来做这个使用 好那当然最近期 让这个股价 或是说相对族群 受到瞩目的就是苹果啦 是啊 对那这个这个业界啊 在这个这个上周的时候 在这个前阵子的时候 就表示说 苹果正在测试啊 原态的电子子 而且它表明是原态 所以当然原态股价 就往上做发威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 目前哎 这个样图片 就有意识到说 这个iPhone的背面 结合电子子 来做这个显示 对相关的电量啊 或者这个这个小的功能 都可以用电子子的方式 来做显示 对那因为它就是这个 相对低耗电的特性啊 所以我认为 在一些未来的噱头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说 这个苹果啊 其实这个目前创新的 这个功能啊 其实越来越少 对越来越少 那我认为 不管是噱头 或者是说这个结合 这个新的应用的方 上面啊 我觉得它采用这个电子子 也是一个好的一个这个步骤啦 是 是一个很像未来的趋势 因为是有环保议题的存在 是 那老师讲到电子子呢 有没有相关应用的题材 老师有帮大家整理出了 这些族群 是 那目前来讲的话 短线当然就看到反弹 那其实中长线 你也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主流 没有有主流 对因为如果电子子 这个爆发的行情啊 才刚刚开始的话 其实不管中长线 刚好目前股价在相对低的位置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来做一些掌握 是老师电子子 我只会想到元泰 有相关跟它差不多的吗 有有就还是有 对电子子的话 8069元泰 今年获利啊 这个1.28元 其实进行赚引去年上半年 待会我们再来讲 好四月营收是这个月增年增 是 五月的股价表现 其实也是不错 上涨11.2% 好再来的话 就是电子子的这个驱动IC 是 三一四一的金鸿 好第一季算这个3.23元 也是呈现月增年增的 其实四月主要什么 月增就很厉害 因为这个四月份有大陆 这个风控的这个供应链上面的问题 你四月营收要比三月 这个要好啊 一定是本业非常强 对才不会受到大陆疫情的这个影响 对所以 金鸿他的四月份营收也是呈现月增的 然后五月股价表现也是很厉害 上涨27% 好再来当然就是这个面板 其实友达之前是比较早切入电子值了 嗯 不过待会我们再来讲 他其实什么 他是中途先放弃 啊 然后呢最近看到这个电子又起来了 他想要重新 这个返回战场啊 回心转意就对了 对 所以他其实他过去在电子上面是有耕耘的 但是当时 这个面板厂业上来 大家觉得电子会被淘汰 所以他当时就把这个电子卖出去 没想到这个被原态做起来 好他第一季获利0.54 其实是衰退很多的 好四月营收其实也不好 不过股价表现啊 是从这个跌升反弹 这是上涨5% 好再来什么 这个PCB软板相关的应用 其实2368金像电 今年第一季表现是非常好的 然后四月营收其实也持平 也是维持不错 五月股价表现也是维持相对抗跌 所以你会发现说电子族群相关的 其实五月股价表现其实都蛮好的 真的蛮好的 那我们一档一档来看他的现行好了 首先第一档的话是元泰 对那当然8069元泰是指标性的大厂 因为他的竞争力 以及他在这个电子上面的创新 是足够让他维持这个股价再往上走的 这个趋势 所以这个大盘连续4天反弹 他其实基本上也是连续4天 红K往上攻 对那当然8069元泰他是贵买的股票 不过他这个气势啊 再加上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成交量 是往上增的 代表说市场对于他的认同度 这个认同度啊 以及愿意去追加的这个力道啊 相对来讲在现在是很强的 因为现在很多股票是跌升反弹 对但是他是准备要挑战 196元的历史新高 好那他第一季的获利啊 已经超越去年上半年 好再加上近两年的远距商机啊 我觉得是一个关键 近两年远距商机就会催化这些 相关性的产业 因为教学啊应用啊 变成是远距的 就不再只是什么 哎这个写黑板 对对对没有错 所以目前电子纸业界预估啊 2022年市场规模会超过65亿美元 重点是产值啊年增是65% 超过一半耶 对目前这个电子消费性商品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年增率啊 是非常这个夸张 以及这个代表说成长性非常强的 所以电子值这个起始回升 我认为这个股价可能还有后续 可以挑战196元 甚至二字头的这个空间 对于元泰来讲 是的好那这是元泰的部分 来看一下下一档是金红 好314亿的金红 其实它股价已经修正一大段了 对在过去在这个去年啊 也是一个标股之一 不过在今年这个跟着这个电子股啊 相对来讲它是比较弱势的 不过它的第一季营收啊 也是公布7.3亿创同期的新高 年增46% 好这个驱动IC设计的厂商 314亿的金红 其实看到说公司也表明说 订单能见度 是可以看到今年年底的 那第二季也预估会优于第一季 所以加上什么 它这个今年已经争取到 因为它是IC设计嘛 你要争取到金元代工的产能 才可以把这个营收再往上走 所以今年啊 这个公司也争取到 这个数以倍计的这个产能 所以预估也会 因应这个元泰 或者相关厂商的这个需求啊 以及美系的这个客户的需求啊 再把这个营收往上走 所以看到说股价来到这个4月份 波段的低点之后啊 其实就频频的 稳稳的往上走 那目前来讲的话 是刚好突破季线的位置 所以我认为量真价仰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5月 这个5月中的时候 这个5月中的时候 会有个大量出现 对 那个大量区如果没有被跌破 然后有回撤成功 季线也有守住的话 再加上最近外资或者法人 有在买差的话 我认为314金虹 也是可以拉回到相关的这些支撑的时候 来做进场 是的 好那这是金虹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档就是友达 大家最想知道的 好友达其实在这个十几年前啊 就把他旗下在做电子的公司 卖给元泰 那结果被元泰做起来了 对就被元泰做起来 那目前友达 因为他面板这个主页 也看到一些瓶颈 那加上这个目前产业循环 也是在不断循环 所以他过去想要脱离这个面板 这个景气循环股啊 并没有成功 好那在目前啊 就对就抛出说他要什么 要用他这个胆固存液晶技术啊 来重返电子指的这个战场里面 所以大家不知道是说友达 他其实在过去啊 就在电子这方面来做省根 但是这个市场并不好 并没有被做起来 好我们来看他基本面的话 他其实第一季 营收是季减12% 那获利更是季减55% 单季EPS降到0.54元 是创6季的新低啊 近6季的新低啊 所以为什么股价这么多 从这个1月就开始不断的往下走 这个4月的时候 还看到15.8块的这个波段行低 那目前来讲的话 我认为算是跌生的反弹啊 再加上外资在近期做一个这个 可能是什么 这个借券的这个回补啊 出现一些买超 我认为在相对低一点 我认为还是要站回 刚刚讲这个景线附近的位置啊 会比较稳 或者是说来到突破季线 当然是最好 所以我认为这个电子指对于友达来讲 可能还不是主要的这个成长来源 但是他也切入 他也这个声明说 他重新切入到这一块啊 也会带给他短期的一些 题材上面的这些讨论啊 是那老师关于友达部分呢 还是以你刚刚所说的那个操作 就是越继线越靠近的时候 现在目前手中有持友友达的朋友 就要稍微剪码一下 是啊是啊没有错 好那来看一下最后一档是金箱电 好2368金箱电 它其实软版HDI载版应用方面 它是很强的 那刚好也是电子指目前的这一块 好虽然对于金箱电来讲 这个伺服器才是它的重点 因为伺服器占它的营收50%以上 所以我们来看到说 它基本面啊这个第一季 这个EPS赚1.5块 是创下单季的这个历史次高的记录 好目前支撑股价 还是在网通伺服器这一块 所以目前这两块在今年的 这个产品的成长性 都还是可以看到不错的这个迹象 所以看到说下面投信 它其实从1月是买超到现在 对从1月买超到现在 很多股票投信重仓的股票 其实第一季做完了 它第二季不一定会再继续做 就换股了 对就会换股 所以过去可以看到说 这个投信重仓股 第一季重仓股 其实第二季很多都被 对都被卖下来 但是金箱电并没有 所以也是说看好伺服器 以及相关的应用 在金箱电来讲的话 它的营收还是维持住 不多的这个水平 所以看到说 4月台股拉回1100点 它其实是什么 股价是横着走了 对那5月也是 5月前面台股也创下波段新低 也是杀了什么 也是杀很重 但是股价也是慢慢的 沿着五日线月线 慢慢的往上走 小波浪这个震荡的方式 也是慢慢往上走 所以我认为金箱电 不管是这个电子 网通伺服器这一块 都还是拉回可以找买点的 这个 的这个 这个摘板厂 是网通跟伺服器的部分 就是拉回要找买点 提醒大家了 那未来呢 大家的策略一定要非常 想得非常清楚 你到底是要强短 还是要来布偿呢 因为今天老师帮大家 统整的证重点呢 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针对呢 关于苹果的苹果光 然后延伸到电子值 那大家可以来做参考跟留意哦 再一次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 QA整股专门店 首先来看一下是 网友提问的部分的第一题 Type-C的呈显学 创为渴望受贿 法人持续回补相关族群 老师怎么看呢 嗯我认为这个网友 基本上是要问说 这个苹果在明年啊 有机会全面采用USB Type-C 哦又是苹果 对所以苹果店的这个6104创为啊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所以对又是苹果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电子啊 也是苹果的新应用 以及他明年有机会 把iPhone全面改成 从这个Lightning 全面改成这个Type-C 统一规格 所以全球 不管是欧盟啊 或者说其他市场 都力求说这个 这个充电线啊 充电接口啊 要统一啊 所以Type-C有机会受贿 那有时候受贿的族群跟股票 6104创为就其中之一 我认为 这个量针架仰在这个相对波段 低点的位置啊 谷底的位置 是有机会 来做这个价差的部分 我认为这边也是相对被低估的状态 因为目前 6104创为啊 在第一季的表现 EPS啊 其实是非常好的 那目前相对来讲 这个股价被影响 到这个波段低点179元之后啊 我认为 目前是站稳这个二字头 所以在接下来 220元在站上之后 再来挑战季线 我认为都还是有机会 是那大家可以呢 逢低的时候来做观察跟布局 来看一下下一题是 第三代半导体的指标 翰磊第一季 获利创高 订单能见度看到年底 股价放量强谈 还可以追吗 3707和之前帮大家分享过 不过这个矽晶圆啊 对在这个3月到4月的这一段 其实波段价它已经出现了 那后续的拉回就跟电子股相关了 所以4月份台股拉回1100点 这个股价也跟着拉回 回到接近100块附近的位置啊 那目前缓缓回升 不过今天算是量增价 直接突破这个季线的位置 来到121元 我认为接下来的话 一样要把这个量能维持住 因为我们看到说3月 它突破往上来到波段新高 其实就是把量能带上来 所以接下来 这个矽晶圆要继续涨 因为矽晶圆是相对一个 本益比相对高的这个族群 所以我认为本益比 在相对高目前的状态来讲的话 你这个量能要足够 否则现在大家可能会积极的去寻找 本益比相对低的这个股票 所以相对高的股票 你就必须要用这个量能 以及价格啊 要手稳在相对有支撑的地方 这个买器才会慢慢进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矽晶圆目前的带动啊 是先由这个IP矽智材先带动 再接手到IC设计 IC设计再轮动到矽晶圆 也就是说从这个电子股啊 常常会看到说从这个上游 慢慢轮动到这个下游 对最上游当然就是做这个设计的 所以矽智材先涨 所以上礼拜可以看到矽智材先涨 这礼拜就看到说 IC设计就慢慢接手了 刚刚讲的这个创围 其实也是IC设计的一种 好再来什么细晶圆 因为什么 你设计完了之后 再来就要制造晶片了 晶片就需要什么 这个细晶圆 所以细晶圆目前慢慢带动 那如果这个产业目前这个电子 还有半导体的产业 把这个循环带起来的话 电子股就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矽晶圆就留意 目前的这个族群的轮动状态 以及它目前的量价关系 是那量价关系呢 请大家来多做留意 老师量的部分 是以今天来做衡量的指标吗 我觉得就是以这个 对目前这个今天的指标 然后呢慢慢往上增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五日均量1万张 如果可以维持在这个之上 对这个是最好的这个状态 好的那请大家来多做一下量能的部分 来看一下最后一题是 面板外资偏多操作 友达群创今天价量巨洋 据消息呢传出未来面板出入 将是友达跟群创要换股合并 老师怎么看 这是其实呢在我们今天的 最一开始其实我已经提醒大家 老师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这是友达的现行 对那这个网友 应该也是看到这个新闻 所以这个新闻 这个近期的讨论度一定非常高的 好那友达跟群创 我认为看法还是一样 因为这个作者相对来讲 他是比较看坏面板这个产业 这个台湾大学国企系的这个副教授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认为这个不变 友达跟群创要换股合并的话 也不会在短期内去宣布 不过这个简直的议题 我认为在短期来讲的话 还是会这个笼罩在友达身上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反弹啊 目前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跌生的反弹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说 回到这个18块以上 如果可以站稳 甚至回到接近季线附件的位置啊 我认为才有这个真正回升的机会 因为从基本面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基本面 第一季以及这个EPS 都看到大幅衰退的现象 都不好 所以本业都不好的情况 有这个要回到之前的起跌点 甚至创新高 这个是非常相对困难的事情啊 所以我认为友达跟群创 当然合并 这个是未来可以去预测的这个空间啊 但是短期来讲的话 我认为这个短期有进场有低阶的 或者你手上有死骨了 都还是逢这个季线附近啊 可以做减码的动作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友达的线型呢 就是越季线要慢慢的靠近的时候 大家可以来注意一下 然后群创的时候 也是差不多的操作手法 对群创在这个前天 创这个波段行李 那目前是这个有这个反攻的气势 但是相对友达 或者说相对其他电子股 还是在这个相对谷底的位置啊 所以还是这个目前来讲 还并没有真正转强 是那目前都是处在于反弹阶段 还没有真正转强哦 老师跟大家来做分析了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问题呢 欢迎大家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都可以帮大家来询问一下老师 那也要记得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半准时的 在YouTube上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记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按赞订阅 留言加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同时萤幕上面有老师的Lighter 跟Telegram 欢迎大家呢 都可以跟老师互动 还有做交流 有任何呢 关于外资法人的操作 或者是电子股 航运股 任何的类股 你都可以来问老师 我们再一次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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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